Hello,大家好,繼續跟大家玩《 預駕親徵》 之前官方邀請試玩了一個試玩給大家看 不過當時是測試服,沒有其他玩家 打國戰就孤零零,只能打 NPC 現在遊戲正式推出 玩樂原來多人才是見真章 我們經常要去霸城池或者去防守城池 三個國家的玩家一起對戰是即時的,非常緊湊 我們都是選了魏國,但玩樂發現原來最少戰力是我們 不過不要緊,我們繼續努力吧,魏國的子民 基本玩法上集我們就說了 現在就準備打國戰 現在熟國就準備襲擊我們兩個城 一個就是京洋,另一個就是靈州東 出兵之前最好就看看畫面組合國 國家的對話頻道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溝通那個城是否守 或者想打哪座城 現在有玩家就說靈州被人搶了 不過就好像沒什麼緊要,因為那個城土勢又沒什麼建設 現在我跟Elly都已經派了兵去京洋 還有三分多鐘就會去到 我其實已經在裡面了,守著的,盡你行嗎 我差不多,差幾秒就進來 我就排第23隊出發,看到你的名字了 應該未必需要我打,因為前面只有兩隊 開戰了,看一下,戰力2萬9對3萬多 但是我這個小拳之前可能打過來了 有些兵會受傷 都贏了 對面最後一球 不過其實我們成功守得也好 好,敵人都會接著不斷出其他兵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有20多隊 都不要撤走,打贏了之後留在這裡 守多一段時間才要 一定要留守在總部,頂住啊各位 哇,我可以抽,這麼抽,打贏他可以嗎 57對74%,有機會都很輸 應該還要打一隊才行 我真的不可以小看,就算只有兩隊兵的人 很厲害 不過應該都能守到 這次這邊我們有3萬次力,應該贏了他 太幸運了,我不用獻醜 搞定了應該是不是,贏了 這遊戲的緊湊地方就是 因為我們自己的玩家最多是4隊兵 不斷要派他去防守或者幫忙進攻 除了一般打仗之外 在這個地圖上都會有黃金賊出現 過了一陣在管海就會有黃金賊 會侵襲我們的城池 大家記住這些特別活動 就預早先放兵過去 當擊敗敵軍的時候 就有機會拿到資源或者補償 大家看看駐軍數量 已經有80隊人在這裡 我們越多人過去就越容易打敗黃金賊 我就派第二隊過去 好,到我出場了 但是對面戰力厲害很多 我就派進後面 你不要弄後面 放心後面全部自己有,不會弄你的 對面很厲害 你要打精英 唉 戰力差距太大 我弄得比你多 我總算做到事 之後就等其他隊友幫忙打完 看看結果 平時我們除了打仗就要搞一些內政 怎樣可以增加我們的戰力 在鐵像譜這裡我們就可以按進攻防 有不同的攻城武器 激活之後就會有不同的加成 例如雲梯就可以增加到男性武將的力量 讓我弄了衝車 如果缺少部件的話 我們可以按一按部件 就可以看到在哪裏可以打回來 例如這個衝車的側人就可以玩魔杖入侵 開啟了這個玩法的時候就可以試試去打回來 又或者戰功獎勵都會拿到 如果要升級一些工程武器 所以我們就要逐個部件升級 缺少部份基本上都是玩活動 都可以打回來 例如這個異族入侵 就可以打到雲梯麻繩 在紅爐寺這裡 我們就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就有機會拿到異國的貢品 大家留意職業限制每個等級都有點不同 例如我現在玩這個姜族來士 只可以派到步兵和弓兵 先創建隊伍 好,我都進來了 嘩,戰力的趙雲高很多 當然啦,給他很多縫綠 先開始,應該夠打了 最喜歡打外族 因為可能有美女 那就要看看究竟是南方和北方的美女 南方都不猜 要不然如何七禽七中 那個好像是孟王 不是他老婆嗎 這裡就不是大兵的戰鬥 是武將的戰鬥 因為我們戰力高過他的關係 應該就贏了 一會看看有什麼獎勵 我們打贏了之後就會有貢品 其實... 是不是打劍 是啊 弱肉強食就是這樣 8個小時後就可以開了這個貢品 接著到我Elly的畫面 其實我之前也打過有些箱 夠鐘可以開的 開給大家看看 左邊這個先 這是資源 我想我們打過外族窮 拿得比較少 我們再看另一個 中間這個 嘩,真棒 這些是紫色框框 有些加成加速 那些東西 起成遊戲最重要的 一定是要加速道具 就是這些 所以有空就跟網友一起打外族 還有在我們官底這裡 我們按進去軍府 就可以放一些武將進來 其實這些等於政府官 最重要是請官員 對啦 要適材適用 不是 看看有沒有潛建 小心點 問清楚 我不管你潛建 我看看 左邊那個行就是不同的職位 不同職位就會對應不同的屬性加成 例如神策軍就對應屬性加成 好 那我就加這個 刁閃 有潛建 不是,我確認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 接著就放了恩基 這樣就增加了術系的攻擊力和兵力 另外畫面上面還有一個技能 我們就可以提升它 即是其實要加他鳳鹿阿耀 阿姓官街 給5000個銅錢 還要讀兩本書 現在我就暫時可以放兩個官員 如果官底去到LV15 就可以再放一個 我們都要按一下國家這個圖案 打仗之前我們一定要看看物令這個位置 每天就可以完成五樣 就有不同的任務可以做 做完之後就提升到我們的軍階 譬如我已經完成了一個精戰沙場的任務 完成條件就是要參與一次國戰 大家不要只顧著打仗五腳進來按 因為這樣就會取消很多東西 現在我還選了幾樣任務可以做 譬如要取戰功 進攻一座城池 守護城池三次 我已經守護了一次 還有治療傷兵都可以完成任務 去增加軍閒的經驗值 黃榜這裡都有不同任務 但就不是自己個人做 而是整個國家的人一起去完成 有些預紙就已經完成了 我先收了它 還有機會可以拿到元寶 這裡 接下來就要幫忙建設五座三級糧倉 例如在我們的主城業城 我們按一下建設 拉下一點就會看到資源建築這裡有糧倉 每座城可以建設的東西都不同 例如定圖這個位置 它的糧倉還未建得到 因為要溝渠到Lv.5才可以 我都幫忙建設 現在溝渠Lv.4差不多升Lv.4 大興土木 這個預駕親征的國戰真的很緊湊 起乘遊戲玩法其實是簡單簡化了 但戰鬥很密集 經常要看大家的留言去哪裡打哪裡搜 而且我覺得都蠻配合三國元素 因為要到處去攻城亮地 有興趣的話在這條影片內容有連結可以下載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拜拜